工人打开货柜大门 里面满满的都是垃圾 海关警察还发现用过的纸尿布跟宝特瓶 对印尼政府来说 绝不能容忍这种事发生 印尼第二大城四水市的海关人员 检查来自澳洲的八个货柜 共计210吨的垃圾 本来应该都是废纸 但里面却夹杂电子垃圾或家庭废弃物 调查后发现是印尼一家企业 协助澳洲公司非法运送这些垃圾 环境部门表示 为了保护民众和国家环境 免受有毒废弃物污染危害 要求这家印尼企业在90天内将全部垃圾运回澳洲 这也是一个月以来第二次 印尼将违规出口垃圾送回已开发国家 根据去年以联合国数据做的一项报告 自从中国大陆禁止进口塑胶废弃物 更多垃圾流到东南亚 在2030年前 东南亚国家恐怕得帮忙处理超过1亿顿的垃圾 菲律宾 马来西亚都站出来拒绝 现在印尼也要加入他们的行列 阻止洋垃圾污染国家土地和海洋 大爱新闻 郑余权编译 男子为师际 že刘吉友邦 兼顾 酒 酒